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已经算是十分豁达和宽容了 尽管自己的父亲做的事为人所不齿 但他依旧不计前嫌 但后妈关金华看到对方如此宽容 内心却自觉愧疚 甚至很害怕出现在郑心仪的面前 此前 郑心仪在继35岁生日之后 开启了新一轮的巡演工作 计划在香港洪馆开演唱会 一连三场 郑心仪开第一场演唱会时 金牌经纪人陈淑芬和儿子陈家豪等人捧场 开第二场演唱会时 爸爸郑少秋以及同父异母的两个妹妹 也就是关金华所生的两个女儿 同时来给郑心仪捧场 郑少秋非常有心 她在当天同时送上了两个花篮 一个花篮代表她自己 另一个则代表她的现任妻子关金华 还有她和关金华的两个女儿 郑少秋的花篮署名是爸爸 而关金华以及她的两个女儿的那个花篮署名则写着阿姨 还有女儿的英文名温妮·塞西利 郑少秋和温妮·塞西利戴着口罩 坐在台下 全神贯注地看着台上郑心仪的表演 郑少秋和左边的小女儿塞西利眼神里全是笑意 还有满满的自豪 大女儿温妮的表情则很是严肃 可能不喜欢这种吵闹的地方 也不太习惯被记者拍照 所以看上去不太开心的样子 值得一提的是 关金华此次并没有随同郑少秋 以及两个女儿来参加郑心仪的演唱会 关于郑心仪和关金华的关系 媒体鲜少报道 郑心仪也多是和爸爸郑少秋互动 偶尔也会和两个妹妹互动 但几乎从来没有和关金华互动过 毕竟关金华是插足郑少秋和肥姐婚姻的第三者 无论是她自己还是郑心仪 心里都不可能没有芥蒂 肥姐沈殿侠生前接受采访时 曾坦言 什么都可以不计较 只有关金华这件事不能不计较 肥姐说 郑心仪刚出生两个月的时候 郑少秋就向她提出了离婚 做叶子的时候 肥姐一直在哭 没做满月的时候 她的眼睛都快瞎了 可见当时的她有多么痛彻心扉 生无可恋 如果不是郑心仪 可能肥姐早就做傻事了 是的 作为一个正常的女人 几乎是永远都无法原谅 抢走自己的男人 孩子的爸爸的第三者 因为是第三者让自己感受到了痛彻心扉 生无可恋的痛苦 让自己的孩子没有了爸爸 也失去了一个健全的家庭 肥姐对关金华的恨完全可以理解 既然肥姐是这样的心情 那毫无疑问 在肥姐的耳濡目染下 郑心仪不可能真的把关金华当成自己的妈妈 而关金华本来就是破坏郑心仪父母的第三者 怎么可能会把郑心仪真的是如己出 两个人不思破脸 能够维持表面的平和 已经是他们对彼此的最大的仁慈了 怎么可能还像真的母女那般亲密无间 当年的郑少秋 之所以会在神殿侠最需要关爱 最需要呵护的时候离开 之所以会在宝宝嗷嗷待谱的时候选择离开 完全是因为关金华这个女人 可能很多人会疑惑 当年的关金华到底有什么魅力 让郑少秋如此的痴迷 痴迷到抛弃妻女的地步 可能很多人并不知道 当年的关金华在沈殿侠患重病离世之前 说过一句这样的话 我最对不起的就是沈殿侠 因为是我让他和郑少秋分手的 而这句话也足以证明 当年的关金华对沈殿侠背后的情感影响有多大了 那么今天就和大家讲一下关金华背后的故事 和郑少秋相遇的时候 关金华正是一位妙龄少女 在年龄上更胜一筹的关金华 在演艺圈事业上 其实也和沈殿侠是不相上下的 熟悉和了解沈殿侠的人应该都知道 沈殿侠是在上海出生 后来移居到香港之后 才以童兴的身份出道的 虽然沈殿侠是以童兴的身份出道 但是关金华年轻的时候也一样是备受关注 而且是被重点培养的 在身材和样貌方面 当年的关金华是比沈殿侠要好很多的 郑少秋在遇到关金华的时候 沈殿侠就已经被人叫做肥肺 人们之所以会叫沈殿侠是肥肺 是因为他的身材很肥胖 体重比正常人要超标一些 和关金华就不一样了 那个时候的关金华高高瘦瘦 是演艺圈中公认的美人之一 名气方面 当年的沈殿侠要比关金华高很多 可是关金华后来在演艺圈中的名气 也是不断地飙升 1984年 那一年的关金华刚好20岁 出演了《少林小福星》这部电视剧 虽然是出道不久 但是由于他才貌出众 一直都被电视制作人当成重点培养的对象 也是因为当时的关金华 被当成重点对象来培养 所以他才有机会来到香港 和当时在演艺圈中非常有名的郑少秋 一起出演《楚留香新传》 通过拍摄《楚留香新传》 郑少秋认识了关金华 也对关金华这个年轻美貌的女子一见钟情 郑少秋认识关金华的那年 郑少秋37岁 而关金华只有20岁 1984年 郑少秋迷恋上关金华的时候 其实郑少秋还和沈殿下保持着恋人的关系 那时候的关金华也知道郑少秋和沈殿下是恋人的关系 只不过当时的郑少秋帅气 事业有成 并且是很多女生心目中的偶像 关金华在当时也是郑少秋的小名媚之一 一个一见钟情 一个心中崇拜和仰慕 就这样 两个本不应该在一起的人走到了一起 作为当红明星 郑少秋也知道一脚踏两船会是什么样的结果 刚开始的时候 郑少秋是选择和关金华默默地相守 和地下的恋情始终是指包不住火 很快郑少秋和关金华的恋情就被传开了 两个人的恋情被传开之后 很多人都纷纷指责郑少秋风流任性 也有一些人指责关金华是第三者 破坏沈殿侠和郑少秋的恋情 面对外界的指责和议论 当时的郑少秋倍感压力 承受着压力的郑少秋 做出了一个让沈殿侠非常开心的决定 那就是和沈殿侠在一起 和关金华分手 那个时候沈殿侠深爱着郑少秋 在郑少秋选择和关金华分开之后 她也愿意不去计较以前 也是心甘情愿地嫁给了郑少秋 做郑少秋背后的女人 甚至还冒着生命危险 给郑少秋生下的女儿郑欣仪 可1988年 郑少秋竟抛下沈殿侠和一岁的女儿 转身离开 然后她立马选择和年轻美貌的关金华 走进婚姻的殿堂 此后 郑少秋和沈殿侠以及郑欣仪之间的联系 就越来越少 而和沈殿侠以及郑欣仪的联系变得少 主要还是因为关金华 关金华是一个很聪明的女人 和郑少秋结婚之后 就放弃了演艺圈中多年积累起来的视野 不活跃在演艺圈中 就在丈夫的背后做一个默默付诸的女人 也是因为她在家里付诸的太多 所以她对郑少秋的监管也变得越来越多 关金华为了能够紧紧地抓住丈夫的心 就严格管着郑少秋婚后的生活 就连沈殿侠生病的时候 关金华也不乐意让郑少秋前去探望 后来沈殿侠病重 关金华才渐渐地放开了自己 再后来 关金华也公开地谈起 当年自己插足沈殿侠恋情的事 谈起这件事 关金华也是充满了内疚 还说最对不起的就是沈殿侠 也承认了是自己的出现才让沈殿侠和郑少秋分开 可是一句对不起并不足以弥补他们受到的伤害 尤其是郑心仪遭遇的苦难 沈殿侠走后留下了六千万财产 因为怕年幼的郑心仪挥霍掉这笔财产 沈殿侠将这笔钱成立了信托基金 规定郑心仪在满三十五岁后才能继承这笔遗产 而在这之前 每个月她可以领取两万块的生活费 纵观郑心仪的成长经历 虽然她是衣食无忧的新二代 但她成长之路也经历了不少不开心的事情 可能因为妈妈沈殿侠的遗传 加上小时候无节制的饮食习惯 郑心仪小小年纪身材就开始长胖 十五岁的时候体重已经高达二百斤 沈殿侠也说过 女儿身材肥胖不好看 而郑心仪还曾因为在表演节目的时候 清冷吴卓西的脸颊 被媒体攻击式死亡之吻 之后郑心仪开始想减肥 为此妈妈沈殿侠还找来好友帮忙 郑心仪确实一度瘦到一百斤左右 瘦下来的她还和TVB花旦徐子珊有几分相似 2016年郑心仪终于在乐坛获得成就 拿到了我最喜爱的女歌手 凭借一首《我是女神》走红 这个时候她吐露多年前被说死亡之吻的事情 她说自己很介意 但也很感谢大家给她的压力 曾经郑心仪很在意自己的身材 但后来她逐渐发现 原来实力比外貌更加重要 现在的她已经放弃了刻意减肥 反而是将精力放在音乐事业上 也真正开始享受人生 除了身材 神殿侠去世之后 外界一度关于郑心仪的评价都是负面的 妈妈刚刚去世的时候 有报道说她交往了一个不学无数的男朋友 还变卖了妈妈留下的豪宅 和男友挥霍无度 也有报道说她和妈妈生前的豪友 也是自己的恩师反目 直到近几年 郑心仪才开始变得踏实生活 早年被传败家的她 已经悄悄通过自己的努力 投资买了一套价值3000万的豪宅 在拿到母亲6000万遗产之前 她已经成为一个小富婆 虽然在单亲家庭长大 妈妈也很早就离开自己 但郑心仪从妈妈那里得到了两样最宝贵的东西 这两样东西让她依然可以过上美好生活 第一是独立坚强的个性 当年沈殿霞去世 因为她给郑心仪限制了生活费 郑心仪一度生活拮据 卡丽只剩104块钱 但她没有求助爸爸郑少秋 而是一路靠自己熬过来的 郑少秋也是通过媒体才知道女儿的情况 她称自己并不知道这件事 还说郑心仪个性太固执了 另一方面也能看出 郑少秋对女儿的关心确实不够 沈殿霞留给郑心仪的第二件宝贵的东西就是宽容 让郑心仪并没有仇视自己的爸爸 活在没有怨恨的世界里才会得到幸福 就像郑心仪说的 她对郑少秋这个爸爸不会生气也不会特别爱 因为爸爸始终是爸爸 她一早就明白爱情是不得勉强的 加上沈殿霞从来没有在她面前说过爸爸的坏话 有沈殿霞这个100分的妈妈 是郑心仪最大的幸运 这个故事中似乎所有人都获得了救赎 唯独关金华 即便郑心仪说着不责怪她 但是她想到自己当初的种种行径 想必内心也不会好受 上个世纪70年代 在香港演艺圈中有一位开心果 她叫沈殿霞 人们之所以叫沈殿霞为开心果 主要是因为在上个世纪60年代末时 沈殿霞就已经进入到TVB参与主持欢乐今宵这档综艺节目 看过欢乐今宵这档综艺节目的观众 应该都知道当年的沈殿霞在节目里面给我们带来了多少欢乐 如果当时的节目主持人没有沈殿霞 或许欢乐今宵这档综艺节目 就不能至今都还是经典般的存在 2008年 我们的开心果沈殿霞因病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沈殿霞离世的时候 很多喜欢她的网友粉丝都非常的伤心 沈殿霞离世的时候 有一个人也纷纷被指责 这个人就是沈殿霞的前夫郑少秋 当时人们之所以指责郑少秋 是因为他迫于压力和沈殿霞结婚 和沈殿霞有了宝宝之后 宝宝才仅仅一岁 他就选择离开沈殿霞 转身和另外一个女人走进了婚姻的殿堂 当年的郑少秋 之所以会在沈殿霞最需要关爱 最需要呵护的时候离开 当年的郑少秋 之所以会在宝宝嗷嗷待哺的时候选择离开 完全是因为关金华这个女人 可能很多人会疑惑 当年的关金华到底有什么魅力 会让郑少秋如此的痴迷 痴迷到抛妻弃女的地步 可能很多人并不知道 当年的关金华在沈殿霞患重病离世之前 说过一句这样的话 我最对不起的就是沈殿霞 因为是我让他和郑少秋分手的 而这句话也足以证明 当年的关金华对沈殿霞背后的情感影响有多大了 那么今天就和大家讲一下关金华背后的故事 一起去看一下 关金华和沈殿霞的差别在哪里 关金华到底有什么样的魅力 1964年 关金华在台湾出生 1945年 沈殿霞在上海出生 1947年 郑少秋在香港出生 关金华比1945年出生的沈殿霞 要小时9岁 比1947年出生的郑少秋 要小时7岁 从年龄上来对比 关金华是要比沈殿霞年轻得多 而且在和郑少秋相遇的时候 关金华也正是青春无限的一位妙龄少女 在年龄上更胜一筹的关金华 在演艺圈事业上 其实也和沈殿霞是不相上下的 熟悉胡乐姐沈殿霞的人应该都知道 沈殿霞是在上海出生 后来移居到香港之后 才以童星的身份出道的 虽然沈殿霞是以童星的身份出道 但是关金华年轻的时候也一样是备受关注 而且是被重点培养的 在身材和样貌方面 当年的关金华是比沈殿霞要好很多 郑少秋在遇到关金华的时候 沈殿霞就已经被人叫他是肥肥 人们之所以会叫沈殿霞是肥肥 那是因为他的身材很肥胖 体重比正常人要超标一些 可关金华就不一样了 那个时候的关金华高高瘦瘦的 是演艺圈中公认的美人之一 名气方面当年的沈殿霞要比关金华高很多 可是关金华后来在演艺圈中的名气 也是不断地飙升 1984年那一年的关金华刚好20岁 20岁的关金华出演了少林小福星这部电视剧 虽然是出道不久 但是由于他才貌出众 一直都被电视制作人当成重点培养的对象 也是因为当时的关金华被当成重点对象来培养 所以他才有机会来到香港和当时 在演艺圈中非常有名的郑少秋一起出演《楚留香新船》 通过拍摄《楚留香新船》 郑少秋认识了关金华 也对关金华这个年轻美貌的女子一见钟情 郑少秋认识关金华的那年 郑少秋37岁 而关金华只有20岁 1984年 郑少秋迷恋上关金华的时候 其实郑少秋还和沈殿侠保持着恋人的关系 那时候的关金华 也知道郑少秋和沈殿侠是恋人的关系 只不过当时的郑少秋帅气 事业有成 并且是很多女生心目中的偶像 关金华在当时也是郑少秋的小迷妹之一 一个一见钟情 一个心中崇拜和仰慕 就这样两个本不应该在一起的人走到了一起 作为当红明星 郑少秋也知道一脚踏两传会是什么样的结果 刚开始的时候 郑少秋是选择和关金华默默的相守 可地下的恋情 始终是指包不住火 很快郑少秋和关金华的恋情就被传开了 两个人的恋情被传开之后 很多人都纷纷指责郑少秋风流任性 也有一些人指责关金华是第三者 破坏沈殿侠和郑少秋的恋情 面对外界的指责和议论 当时的郑少秋倍感压力 承受着压力的郑少秋做出了一个让沈殿侠非常开心的决定 当时的郑少秋做出的决定是 和沈殿侠在一起 和关金华分手 那个时候沈殿侠深爱着郑少秋 在郑少秋选择和关金华分开之后 他也愿意不去计较以前 也是心甘情愿地嫁给郑少秋 做郑少秋背后的女人 严格来说郑少秋在演艺圈中的事业 是沈殿侠在背后默默地扶持起来的 和沈殿侠在一起 两个人是互帮互助 相处的时间长了 才产生了感情 虽然是日久生情 但是始终没有一件钟情的爱来得那么坚固 和沈殿侠结婚的时候 郑少秋的心早已爱上了另外一个女人 这个女人就是关金华 郑少秋爱上关金华的时候 关金华还是个年轻美貌的女生 当时的关金华不管是身材 颜值还是年龄 都要比当年的沈殿侠更胜一筹 这也是关金华的魅力所在 吸引郑少秋的地方 1988年 郑少秋抛下沈殿侠和一岁的女儿转身离开 转身离开之后 郑少秋选择和年轻美貌的关金华走进婚姻的殿堂 和关金华结婚 郑少秋是承受住很大的压力 因为那个时候人们对他和沈殿侠的情感还没有放下 只是因为能够和真心相爱的人在一起 有些人宁愿选择扛住压力 郑少秋也是一样 和关金华结婚之后 郑少秋和沈殿侠以及女儿郑欣怡之间的联系就越来越少 和沈殿侠以及女儿郑欣怡的联系变得少 主要还是因为关金华 关金华是一个很聪明的女人 和郑少秋结婚之后 就放弃了演艺圈中多年积累起来的事业 不活跃在演艺圈中 就在丈夫的背后做一个默默付出的女人 也是因为她在家里付出的太多 所以她对郑少秋的监管也变得越来越多 关金华为了能够紧紧地抓住丈夫的心 就严格管着郑少秋婚后的生活 就连沈殿侠生病的时候 关金华也不乐意让郑少秋前去探望 后来沈殿侠因病住院 关金华才渐渐地放开了自己 那个时候关金华才让自己背后的两个女儿以及郑少秋 和沈殿侠以及郑欣怡有多一点的联系 其实在关金华的心中 她也是不想为难丈夫郑少秋 只是为了自己的家庭当时的关金华不得不这样做 在后来在沈殿侠病重的时候 关金华也公开地谈起当年自己插足沈殿侠恋情的事 谈起这件事 关金华也是充满了内疚 还说最对不起的就是沈殿侠 也承认了是自己的出现才让沈殿侠和郑少秋分开 知道关金华对自己有愧疚的时候 其实沈殿侠还是不能够原谅关金华 在临死前 沈殿侠说了一句这样的话 我什么都可以不去计较 但是唯独关金华当年做的事情不能不去计较 当然 不管沈殿侠计较还是不计较 她和关金华背后的恩恩怨怨 在2008年也烟消云散了 沈殿侠的结义大哥邓光荣 在他的追悼会上直接质问郑少秋 为什么没有照顾自己的女儿 这间接令郑少秋思考自己和女儿的问题 他决定选择另一种方式对待郑欣怡 那就是多陪伴女儿和尽自己的能力支持女儿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私底下 郑少秋会约郑欣怡吃饭 两妇女有说有笑 可见两人的关系非常好 郑欣怡的台上经验不是很够 有时候还会表现的紧张 身为爸爸的郑少秋 米瑞感觉到女儿的紧张 紧紧地拖着女儿的手给她勇气 让郑欣怡知道有爸爸在 不用怕 另一方面郑少秋用四两拨千金的方式轻松地就将台上的气氛活跃起来 表演完毕后 就在后台给郑欣怡传授自己多年来的登台经验 紧张的时候如何化解 气氛如何才能活跃起来 和观众怎么才是有效的互动等等 两人不仅一起登台 还有时候一起参加大大小小的商演 做广告推广等等 郑少秋担心女儿一个人在家容易憋出情绪病 除了经常约她出来吃饭外 选择和她一起做慈善 参加慈善晚会筹款等等 让女儿成为一个有爱心的人 同时也转移她的注意力 让她关心社会的弱势群体 沈殿霞去世15年后 郑少秋选择不仅一个人支持女儿的喜爱的事业 也发动家里的两个女儿同样支持这个大姐姐 不过相比起郑少秋的选择 关精华的选择就和她截然不同了 虽然关精华没有在公众面前表态过她对郑心仪的想法 但是某些行动上却暴露了她对郑心仪的看法 相比起郑少秋和郑心仪多次外出吃饭 关精华却很少在场 相比起郑少秋积极地支持郑心仪 关精华还是一如既往的不想理这个事 虽然自己的两个女儿和郑心仪的关系很好 但是相比之下 关精华和郑心仪的关系显得也有点生疏了 毕竟自己的丈夫的女儿开演唱会 自己也不出席捧场 这关系要实说非常好 估计相信的人并不多 回顾沈殿霞的一生 你会发现她的一生都是为别人而活着 没有遇到郑少秋之前 她是为了观众而活 为了给观众带去更多的欢乐 她宁愿熬坏自己 遇到郑少秋之后 她的世界就是为了郑少秋而活的 在郑少秋离开之后 她的世界就是为了自己的女儿郑心仪而活的 对于沈殿霞和关精华之间的故事 你有什么想说的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栏